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照片是有这么大的生蚝 但是天气热时的生蚝一定没有那么大 能吃吗?去到才知道 高光大道地铁站一直直走 差不多一公里,全部在河董桥底下走 这家店是和风思厨 真真正正,桥底路边这一班餐厅 私房菜我理解到,烧烤我理解到 但是私房菜烧烤会是什么概念呢? 我要去侧客的示范 我们这是一家房的原料有材料 有些客人会做一些好看的 可以做一些好看的 可以定制 其实今次过来有吃的海鲜 油嘴是什么 刀和中间的粒状 叼转的 今天刚好没有 因为这几天打风 红就拿到很小 所以我们没有拿 还有什么证义 我们没有拿到辣椒虾 没有 为什么呢 这些肉不够好看 有些蝦吃的时候 里面有空 我就不要了 不做了 不做了 整间店是私房烧烤 我们来的时候 吃海鲜 很浓烤 我会觉得 这一款应该是带纸 昨天也正常用的 中间是破开,更加容易烤锅 最大的好处是短时间烤锅 保持新鲜 这两款我喜欢的老板,对它甜味的理解 这款是不会太重的甜味 轻轻的味道 都是新鲜的味道 但我认为这些都是陪衬 因为一家店是私房的烤锅 它一定有些是沙街的 我真的没吃过 麦鱼的嘴 各位,不客气 这个我喜欢吃 这个好吃 这种好吃 这个好吃 这种吃法永远给你意外的惊喜 墨鱼 中间的嘴位 很脆口 鸡软骨 但是它会比鸡软骨更容易炸开 之外 它是很浓很浓 八爪鱼 五十个鲜味的味道 这种鱼在里面 这个老板在这个调味上 比了心思 这个我好喜欢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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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款是我私人最爱吃的食材之一 牛的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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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很滑 牛舌的舌头 滑到这个程度 很滑到这个程度 很滑到这个程度 很广苦的调味方法 基本上吃过来的 是很重的蜜糖味 它有两种的后味 一款是橘胶的 煮辣 有点刺激感 一款有柠檬性的清爽 再加上软熟的口感 这也是我的我 所以回正常会把焦酵和施黄菜 是一样的食材 放在一起 会有些獨 fits 人们做不到 或者是做得很好 我印象 这两款我印象 请问,食物如何? 我认为上菜比较慢 你觉得可以 做粤菜 那时候已经下了这个名字 中式粤菜 最舊的鱼菜 豬油拌面 五楼蛋肉 为何鱼肉拌鱼之间? 鱼肉拌鱼 我本身是学烧烤 我喜欢更简单的甜味 我烧烤的时候 带子和鱼盆 没有那么多材料 不会放太多材料 鸡就鸡,带子就带子 你觉得我们所谓的廣府烧烤 和其他地方的烧烤 区别是哪里? 区别,新鲜 一定要新鲜 因为很多地方做烧烤 我们要找客人 就立即做烧烤 我们绝对不会 所以时间就能下来 这位姐姐的鱼已经炸了 因为我们都没有烧烤 所以烤一定会久 肉会收缩 会干 如果吃下去就不会有汁 有些人也是等不上 我们只能跟客人说 我们要注重味道 味道是第一 服务我们肯定是第二 要得食材来说 就不可以兼顾 服务要出道 河东桥底,小店 两个肥好小 做了当的烧烤 我一开始想吃海鲜烤 过海鲜饮 我发觉原来不是 最好吃的不是对海鲜的处理 而是一些烤烤的 独特的食材 烹饪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因为他和江头佬 之前做的那些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一间小店当中 我猜不到在郭老板的口章说到 传统粤菜 要保留我们粤菜的精髓等等 而且他对烧烤的理解 也是有他自己独特的一面 所以在一些城市里找食物 不单单是在广州 千万不要看不起 或者看不上一些小店 有时候在小店当中 才能给到你莫大的惊喜 最后请记得姚大钞 带上全世界的人